今天是5月13日 今天是星期五 今天我们又到了新的一个港口 叫做Napos 在意大利的一个Napos港口 今天是我们上船以来 第一个 就是做完表演过的第一个港口 因为之前其实我们到港口都是可以下去的 但我其实很多时候我都选择说 诶我不要下 因为毕竟表演的压力很大 我觉得我还要多一点时间去准备 去做一个心理上的准备 也做一个练习这样子 之后多数的时间我都一直待在船上 然后终于说 诶今天表演完 这一趟新城的表演完成了 所以我现在呢 就有点兴奋的要下去了 下去也不只是往 但我们已经好几个级别 我们可能会去逛一下 然后我们也还需要去补充一些 入场用品 因为毕竟我们到最后 其实整个三个月的行程都一直在邮轮上面 当然这时候邮轮我们就会待一个月 这一个月是说 我们可能会下船 可是都会在不同城市下船 所以我们不需要在这些城市里面 去找一些我们要买的东西 好像其他说可能你的压膏完了啦 你的洗脸床完了 过后都是要继续下船找的 然后其实就像寻宝一样 也是第一次这样子去做一个厂试 那我就等下见 所以基本上这边就是港口啦 我们出到外面港口是长这样 船 骨子车 没问题 谢谢 所以基本上看到这里其实很多人全部都等着要捷克啦 他们就是说 我们希望你可以给他们拿 taxi service 他们就在那里去玩 然后其实前一天呢 那个船长其实也是 我们的船长其实也是有给我们一个忠告 就是说小心这边 其实这边很帮忙 所以比较危险一点点 所以其实它是蛮恐怖的啦 就是会常常有人在围着你 要叫你买东西 就是问你这些东西 我们去了罗马的时候也发现有这样的人 可是其实好像也不太 不会太难应付啦 你只是要很生气的看着它就可以了 它就偶尔会干扰你拍摄这样 然后他们 他们会莫名其妙一直走上来 然后大致上我们的处理房子就很很的灯塔 然后不要这样子 现在你最复杂的情况是怎样 人家直接来 他是擦鞋的 然后他就直接 没有问过我啊 就 帮我擦那个鞋啊 然后他就跟我讲 哎 你要还钱这样 他完全是没有最大的在旁边的 好吗 这是最夸张的事 这样吗 OK 好我们现在就前往我们的第一个目的地 是我们已经到了第一个景点 然后 就是觉得说 那个目的 好漂亮 我们可以试一下在街上 喝咖啡 吃早餐 所以今天就是我们 演出玩过 第一次 本来是出来去Android啦 在这个厂 买了七张卡 我觉得可能勾引了六百多块买了七张卡 结果发现不到一个星期我们就奔掉一张 一能奔一张 我觉得一开始我们还没有拿捏到这个所以我们太奢侈了是吧 他一直拼命的用 真的是又需要印到我们的应该是真的是命根啦 OK 这样 挂了钱 蛮安心的没有 真的安心哦 我看到那个有量可以这样多有量我今天可以 至少可以 你可以看一个新人 我可以看一个YouTube一下我很多天没有看那个古阿末啊那些啊 老鱼膏啊那些全部东西 反正我很闲来就没有人看了啦 十九点半的时间 那这样其实我们刚刚已经在 在找着我们要去的mini market 可是没有开到 所以我们就继续逛逛 其实蛮 蛮紧张一下 我们还没有买到我们的东西 可是我们还是要继续逛逛逛逛逛逛还是不能停 毕竟 这一个考古学的一个博物馆 我们现在大概从港港那边走过来 我们是用全部全程用走的话 大概走来一个20分钟左右啦 然后我们其实也觉得这个蛮有趣的 所以可以来这里看观一下 Let's go 这就是它的花园 然后大致上是讲述一个 它里面有很多不同的exhibition 它有不同的部分 部分都是有所可能是一些是艺术的 一些是靠古学 一些是可能以前 大概他们的铜器时代跟银器时代 铁器时代的一些记录啦 他们的一些词句 用品庆明那些 我们影片都有了 那其实有机会在 就是蛮无聊的啦 你们可以自己来看一下 所以我们就已经走到这一个 Contemporary Museum 现代艺术馆 在这一边 大家去看 所以我刚才看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副 艺术品 然后后面 它其实后面就是藏着一个冰箱的一个木洞 然后所以这也是真的变坏的 就可以变坏在这里 你可以想象一下 管子随着时间变动 随着温度的变化 这一块冰就一直在改变 它本来可能是一个经营剔透的一副花 然后现在已经开始 随着时间都流失了 它已经开始已经有一个变换 它是一个会成长的一个 艺术品 以上就是我们在 在纳布利斯 或者在纳布利斯的一整天的行程了啦 那其实纳布利斯始于公元前600年 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城市 然后也是意大利的第三大城市 整个城市都弥漫着历史以及文化气息 随处一望都可以看到古色故乡的建筑物 我们花了大概一整天的行程 也其实只看到了这城市的一小小部分而已 可是这一天的行程对我们来讲 已经是收益费浅 所以这就是我们这一天的行程 然后下一站呢 我会下去逛逛的地方 就是希腊的爱情海 所以我们下一期见 拜拜 OK 我们已经往这边的行程了 这时候很大是我穿的 可是我们看这边是很大 我们看过新大的时候好像更大 完全是不懂多少倍的这个尺寸 你根本是以为它是建筑啊 它大过这个建筑物哦 超级夸张啊